欢迎大家来到《从听书到看书》 一个微决心就是一个行动, 不是要许下自己会变成什么, 而是要做什么。 微决心不是预望, 也不是理念, 更加不是结果, 而是最简单明了的目标, 要建立、改变, 或去除某个特定的行为或态度。 微决心必须明确的, 不必去揣测要做什么, 何时做, 或如何做。 例如, 我要做更多运动, 或我要减少吃零食之类的决心是没用的。 做更多运动即是多少呢? 吃更少的零食又即是多少呢? 哪一天做呢? 何时做呢? 决心越明确就越容易衡量, 是否会成功了? 含糊不清的决心, 和漏洞, 其实只会带来压力。 另外, 定立决心也必须是简单容易, 倘若你想直游走路上班, 让你的体态更好。 你可以定立的是, 例如, 提早两个车站下车, 然后走路15分钟。 或将车子放在较远的地方, 然后步行10分钟。 亦要定立实行的日子, 例如每逢星期一就走路上班等等。 避免自己因为行程的安排而跳过某日子, 然后又日服一日还未做, 久而久之只会对目标完全失去信心。 又例如, 你希望房间可以保持清洁, 你可以定立的微决心是, 每日吃早餐之前就整理床铺, 或每日回到家换衣时立刻将衣服挂起等等。 当一切努力亦可以立时见到成效, 你就会更迫切想瞄准下一个决心和效益, 就不同于一种空有云大决心, 大就女士女拜的循环。 微决心亦需要根据不同人, 自行良心打造, 因为毕竟我们的生活习惯、年龄或种族都有所不同, 行为模式都大有不同, 例如我们希望新一年下决心是要准时上班, 但解决上班迟到的方法就因人而意。 例如有一些人通常上班前, 经常浪费时间找锁匙、找午餐盒、 找鞋、文件, 或想应该穿什么衣服, 这都是阻碍上班的行为。 所以我们可以因应个人不同的情况, 订立上班前的微决心, 聚焦在出门前的几个个人活动, 例如锁匙早一晚就放在袋中, 每日傍晚回家搭地铁时, 先确认储值余额等等。 这些方法都可以有效地减少早上出门浪费的时间。 还有一点是, 每次最多只能下两个微决心, 因为通常一种新的行为是需要专注力和自制力的。 慢慢变成习惯, 就大约要经过四星期, 才会开始觉得没那么扭令, 六至八星期后才会漸漸感觉自然, 然后就进入自动驾驶模式, 就有如大家回一份新的工作, 试用期三个月并不是白说的。 当你的片号改变为支持你的新习惯后, 自我识别也将会改变, 你将会发现以新的方式做事的体验已经改造了你, 变成了另一个人。 不论年纪的大小, 不论渴望什么,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改变, 只需要投资真正能创造的每日流程。 19世纪结出的作家艾略特, 他写过一些罪动人的自我发现, 自我改造的故事, 他在40岁时才写出了第一本书, 61岁才结婚, 他有一句名言就是, 找回自己, 永远都不会嫌恥。 《从听书到看书》, 《推介书籍》, 《原微生活的练习》, 作者卡洛林·亚洛, 由天下雜誌出版。